在中国好多地区的人都会有普遍的这样的一些烦恼 比如说如果你是内蒙人的话就会有人问你 你们家是不是住在蒙古包里面啊 你们家是不是有成千上万的牛羊啊 如果你是来自新疆的人的话就会问你 你们是不是新疆人都会跳那个扭脖子的舞啊 你可不可以跳个舞给我看一下呀 如果是西藏人的话就会被问 你是不是一年都不洗澡啊你们西藏人 诶你是广西人啊你怎么不黑啊 你们广西人是不是都吃螺蛇粉呀 哦你重庆人啊 你们重庆是不是所有的女孩都长得漂亮啊 还有像我这样的朝鲜族经常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哦你是朝鲜族啊你是朝鲜那边的吗 朝鲜那边的吗 哦朝鲜族韩国人吗 韩国人吗 哦你姓金啊还是朝鲜族 你是不是跟某国领导人有什么关系啊 在我的世界里就经常经常有人问我这样的问题 让人哭笑不得 尤其是在我小学中学的时候 就是因为我是在重庆长大的嘛 在重庆是没有什么就是少数民族的 在重庆最多的少数民族也就是土家族 然后土家族是没有好像是没有自己的语言的 基本上就是汉化了 所以大家对少数民族这个概念是很很浅很浅的 但是我也渐渐理解因为大家都是因为没有接触过 所以不知道才会产生这样的疑问 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你老听老听老有人问老有人问 你就会渐渐的不耐烦 然后渐渐的变得习惯 所以嗯现在有人问我 哦你姓金啊还是朝鲜族 你是不是跟某国领导人有什么关系啊 对他是我叔叔 今天我就来讲一下中国朝鲜族朝鲜人 还有韩国人之间的关系 其实呢上述的三种人呢 其实我们大家都是同一个民族同一个组员的 我们可以都统称为朝鲜民族 因为在古时候大家都是一块一个部落的人 但是因为一些历史原因还有一些政治的变故呢 大家都生活在了开始生活在了不同的地方 比如说呢现在在韩国的朝鲜民族的人 就叫韩国人 在北朝鲜的呢就叫朝鲜人 然后在中国的呢就叫朝鲜族 中国朝鲜族 还有一部分人呢在俄罗斯 还有哈萨克斯坦的这些国家呢 也是有一部分这样的人的 所以他们自称自己为高丽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呢 就是大家因为生活在不同的地方 接受不同的文化 所以呢嗯大家都有了一些细微的区别 我们国家的朝鲜族的来源呢 其实其实是跟日本这个国家有关系的 为什么跟日本有关系呢 因为日本长期侵略朝鲜半岛 在19世纪的时候就有记载就是说 日本侵略过这个朝鲜半岛 所以有一部分人呢就逃难逃到了 就是中国 你知道二战的时候 日本也侵略过那个朝鲜半岛 在朝鲜半岛搞事情 所以有一部分人也不得不就是往往就是中国的东北这一边就是逃难逃到那边去 然后定居了以后慢慢的就习惯就繁衍了后代 然后大家都嗯渐渐的就融入融入了这个中国的这个大家庭 然后到现在呢朝鲜族也是我们中国的56个民族之一55个少数民族之一 你们看我们中国的各个省省份里面的各个小地区 大家的方言都是有大同小异的嘛 在朝鲜半岛也是就各个小地方呢都有自己的方言 但是整个语言是完全一样的 语言和文字是完全一样的 就像在重庆 我就以我家为例是吧 以我生活的地方为例 重庆就是主城区一个调 然后什么河川啊乌山啊 这小地方都是另外一个调是吧 比如说朝鲜人说话是这样 然后在中国的朝鲜族呢 因为有些人是从就是北朝鲜过来的 有些人又是从就是南朝鲜就是过来的 所以说呢中国的朝鲜族呢也分为不同的那个就是方言系啊 比如说像我们住在吉林这一块的这一片的那个少数民族 就是朝鲜族呢 我们都说的就是韩国的庆上道方言 也就是韩国现在釜山呀什么大丘啊说的这种方言 你往昂都喝酒啊 你那手中人大 这是什么哪里有的 为什么呢 我们在工作室啊 现在在雨前边才ек里 我议员什么 他们说的话就更相比 那些北朝鲜的那种人 这下王爷爷你呀 你呀 那你一点 你那你 你那你 所以你搞什么 那你就搞什么 那你没有什么 我说那你 你那你倒霸 你现在在公屋之后 那不再你 那他你 那你 那你真的 那你 那你 但是我们说的文字和语法是完全是一样的 有什么区别呢 也就是说因为韩国是 它是资本主义国家嘛 它是比较西方化的 所以好多的名词啊 动词 他们都现在用的都是英文 就好像现代韩语的那些 一句话里面少几个英文单词 都没法说的那种感觉 然后北朝鲜呢 也是有一些外来词的 但是他们用的外来词 又跟韩国用的又是不太一样 有一些是从俄语来的 有一些是从英语来的 总的来说 北朝鲜的这个朝鲜语肯定是更加传统的 因为它是一个比较闭塞的这样的一个国家 中国朝鲜族的话 肯定是受到汉语的影响比较多 我觉得中国朝鲜族说的话 应该是最正统的 就是朝鲜话 就是没有通过那些国家影响 朝鲜语呢 在古时候呢 它是更多的是受中文的影响的 就以前是没有这个韩语文字 都是用中文啊这些 就是所以你可以听到 在韩语里面有一些单词 比如说 政治 重要 重要 部分这样的单词就是非常非常类似于中文的 因为就是受到中国的影响 就是在我自己看来 就是中国朝鲜族说的朝鲜语 应该是最传统的那种朝鲜语 然后像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这些朝鲜族 也就是他们自己所说的高丽人 他们基本上是不会说这个朝鲜话了 因为国情原因嘛 当时苏联是不允许这一帮人 就是到了他们国家 就是在学习他们自己的语言 开办自己的学校 是不允许的 然后他们就被迫 所有人都学俄语 所以随着就是更新换代 一代一代的传下来 就基本上到现在都已经没人会说朝鲜语了 但是朝鲜族是一个很传统的少数民族 我可以看到在这边的那些朝鲜族人 就是高丽人 他们还是跟自己自己民族的人通婚啊 就是就其实感觉混血还是比较少的 不知道是因为我只见到了这一部分人还是怎么样 反正我见到的大部分都是传种的 但是也有你们知道俄罗斯崔剑 就Victor崔 他就是那个摇滚 摇滚之父 俄罗斯的摇滚之父 他就是一个混血的朝鲜族 然后在中国的朝鲜族也是非常非常传统的 就像我们家庭 就是到我父母那一辈 我们就是家族里面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人是就是 其他民族的家庭成员 就所有的都是朝鲜族人 但是到了我们这一辈呢 比如说像我哥哥他们就是都是娶的汉族媳妇 到了我这一代就更加的开放了 好多都融合到了汉族人的生活里面 所以好多家庭在汉族学校的教育下就是长大的 在我这一辈的话 在我的就是家庭成员里面 就像我这种读汉族学校长大的这种孩子里边 我算是就是唯一唯一能够说韩语的 像我表妹啊或者是更小的孩子 他们就基本上就是不会说 然后听是能听懂一些 但是根本就是没有办法说出来这个样子 毕竟这个小鱼种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所以我还是很感谢我妈妈以前就是逼着我学这个 在我真的很不想学的时候逼着我学这个语言 到现在我才真的真的知道了它的用意啊 我妈肯定在看这个视频 妈妈我今天又要表白一下了 然后以后我自己有我自己的小孩的话我肯定也是会教他这个语言的 有这样的条件为什么不教呢 你说是不是 然后就是食物 食物的话其实也就是各种泡菜啊汤啊什么烤肉啊这些 大家都吃的差不多 但在某些方面也是有一些细微的区别吧 因为在中国的这些朝鲜族呢 除了韩餐大家还可以选择中餐这个样子嘛 在韩国的话呢因为就那些东西嘛 所以大家就就衍生出了很多现代的那些食物 什么什么炸鸡啊那些什么就是各种各样的 北朝鲜嘛物资不丰富嘛就就吃那些咸菜了 有一些细微的差别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像冷面的话就是北朝鲜冷面和那个就是盐边冷面 就是中国朝鲜族吃的那些冷面就是酱油味比较重一点 然后北朝鲜的我没吃过呀 反正是那个我们中国朝鲜族吃的就是酱油味稍微重一点 然后汤是比较清爽的那种 然后就是韩国他们吃的那个冷面就是酸甜口味 然后放很多冰啊放水果放梨苹果之类的 然后就比较酸甜辣那种口味 面条呢也是比较细一点 然后糯一点的那种面条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就好多人问我 哎你们那边的人是不是都只吃泡菜啊什么的 然后所有的吃的都是辣椒酱的味道 是啊你说就是朝鲜半岛还有就那么一块地方 你说能有多少花样吧 而且它还是北方的这么一个地方 到冬天没有什么吃的 那就只能吃这些了 你像是在中国的一些省份呢一些区域的话 大家也是一个区域就一个风味吧 也不是说会有多大的变化 比如说像四川地区就吃的偏辣一点的东西啊 然后广东地区就偏清淡啊 所以说就是整个这个朝鲜民族的口味就是爱吃辛辣的东西 然后就是辣椒嘛 要吃辛辣的东西 然后不爱吃油腻的 然后又喜欢吃比较生一点的东西 什么生鱼片啊 就那个生的章鱼啊 那种就是生的鱿鱼须啊 那种不是都吃吗 所以菜也都是喜欢吃那个偏生一点的 冬天冷嘛 所以冬天没有什么蔬菜吃 所以大家都想办法把那个蔬菜给储藏起来 把那个山上长的所有的叶子都摘下来腌起来 那不就变成了各种各样的泡菜吗 大家就是知道的那个泡菜 有可能大家以为只是那种就白菜的泡菜 对那个白菜的泡菜确实是主要的 但是韩国的那个泡菜是有成千上万种的 不说有成千上万种 几百种是有了 所以总结一下呢 中国的朝鲜族呢就是中国人 朝鲜族呢就是跟所有的你们一样 都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出生长大 从出生开始就落地 所以那一瞬间开始就是中国人了 拿着中国人的身份 像我这样可以说流利的中文 只是说我们拥有我们自己的语言而已 所以可别可别再调侃你身边的朝鲜族朋友 或者是朝鲜族的人 就调侃他们说你们是什么高丽棒子啊 说什么你们是棒子啊 韩国棒子 哦这些话真的很不好听的 很不好听 你们知道吗 这种感觉是什么呢 就像是别人骂中国人是东亚病夫啊 这种感觉 你好受吗 肯定不好受呀 所以拜托大家一定要照顾一下 我们这些人的感受啊 因为你说一次 我们也就开玩笑 就忍了 但是你老说老说 说两次说三次 真的很不尊重 很不礼貌 然后呢也希望大家就是面对各个地区 各个不同的地区来的朋友呢 对他们的文化和背景都有所了解了以后 然后在他们在跟他们进行交流的时候 多尊重一下他们的习惯呀这样的 然后就是他们觉得不舒服的一些言语呢 你们就少说就行了 因为也许在你不经意的一些谈话中呢 一些你就是所持有的这些刻板印象呢 会伤害到 就不经意的伤害到他们 这也是不太好的嘛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留意这方面的 这样的问题 我呢也是为我们国家 是一个这么大的国家 拥有这么多民族和不同文化的融合 非常骄傲的 就因为这些不同文化的融合呢 我们国家才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是不是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国家的人是可以足不出户 体验各种民族风情 这种体验呢 是在任何一个非常小的国家 是根本不存在的 好了 说了这么多 你们有没有对中国的朝鲜族 像我这样的朝鲜族的人 有多一点点了解呢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都希望你也点赞 透币 关注 或者是一剪三连 然后最重要的都是评论评论评论 我很喜欢读你们的评论 好 接下来就到这里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